一,什么脚外死不辞,大概就是每天被骑死一万次,但仍然不辞职,二别沮丧了,虽然你不曾拥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但至少还有一个说胖就胖的体型呀。 三,够不着的话,左脚踩右脚上试试。 四,其实我是故意不着够的,因为我恐高,肠太高看着就怕。 五,世界那么大,没钱能去哪? 六,今天买了一盆寒羞草,回去怎么动也不害羞,回去问老板,老板说,可能你买的这盆不要脸。 七,别对我用美人计,否则我将计就计,八,女子无才便是得,那你一定是太缺德了。 九,说好意气到白头,你却偷偷举了油,十,别在我面前买,黑银带会告诉你,有你更精彩。 十一,所谓谣言,是脑残说出,见人传播,傻子会信的东西。 十二,自己玩坑自己翘,爬不出来自己笑,人生就是偶尔的精明和大多数时候的傻逼。 十三,他那么大,最煞长的才艺表演,居然是打退堂鼓。 十四,人生已经如此不堪,岁月又何苦再补一刀? 十五,如果有很多异性追求你,那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反省自己,是不是自身不够优秀,才会让那么多人有自信去追求你,而不是沾沾自喜,以为自己很受欢迎。 十六,有很多事情你当时想不通,别着急,过一段时间你再想,就想不起来了。 十七,别人赖床是因为钱多,想睡多晚就睡多晚,我赖床是因为没钱,能是你一餐是一餐。 十八,一起吃饭叫拼桌,一起坐车叫拼车,你把后半生交给我,从此一起生活,这叫拼命。 十九,当你学会拒绝别人,学会以牙还牙使,他们反而会尊重你,甚至敬畏你。 我终于相信了那句话,无情一点并没有错。 二十,我的优点是,我会知错能改,我的缺点是,我从来都不觉得我错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